通货膨胀的趋势似乎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遏制 但是投资分析师也指出了 其实股票并非是通胀时期获利的唯一途径 那么有哪些资产可以扩充您的投资组合呢 来听专家怎么说 通货膨胀大幅削减了民众的购买力 但对于跨国公司而言 却已经开始通过调高价格来创造盈利 例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必需消费品 已经从价格上涨中受益 而包括生产Jeff花生酱和Fogus咖啡在内的 James Marker一直在提高价格 这似乎并没有损害消费需求或公司股价 目前该公司的报告和收益额均超过预期 Smarker首期财务官也在电话会议中指出 该公司已经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抵消咖啡运输成本的增加 甚至一些零售商也发现 即便提高价格也不会在此过程中影响客户的忠诚度 服装公司Gas表示 他们正在通过减少商店的折扣来控制棉花价格的上涨 受此消息影响 该公司的股票飙升了近15% 更高的通胀水平 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上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 也提振了银行原材料公司的能源股 但股票并不是投资者从通胀中获利的唯一途径 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的分析师 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 黄金石油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被视为实物资产 在1970年代1980年代和2000年高通胀下 这些实物资产的成长大幅超越了大盘 而这样的现象极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分析师表示 通常实体资产价格上涨首先是助长通胀的因素 因此我们相信投资于这些资产 可以自然地对冲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涨的成本 中天中望正立报道